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臣,我们取合党 功练三称本师圣号及开金祭 南某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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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之意 请放掌 各位大臣,我们今天有把我们五十一个 五十一新手法简单的印给各位做参考 那片型 别径 片型五,别径五,三十一 还有烦恼新手 大水盘的这个 包括不定新手 这个不是个新手法,可以参考一下 今天我们 我们 接下来要说明这个 第六四 第六四送 第六四送,我先把它 简单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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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介绍一下整个第六四 我们看 我们看 这个 这个 第六四送 第五月的最后一行 第六四送 三信三量通三进 三界 轮时 亦可之 相应 心所五十一 善恶 临时 别撇之 信 借受 珍 横转意 跟随信等总相连 众生发以毒为罪 云满能遭夜律圈 八起初心欢喜地 既生优质现残民 远行地厚存无肉 观察圆明照大圈 一样 每一个既送 都是很短 我们先来 介绍一下 说明一下这个 第六四 我们的第六四 我们简单说明这个 第六四 这个第六四我们叫做 意识 意识 意就是 施良的意思 事 就是了别 这第六四 是我们心理的活动中心 我们每天的作用 其实都在第六四的范围里 那我们 第六四 它原来非常的广 它跟我们的 五十一新手 全部相应 也就是说我们五十一新手的作用 第六四 通通祭祖 所以我们第六四 它的活动范围非常的广 最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第六四 它不仅仅有祭生我执跟祭生法执 它也有 分别我把奥子 分别的我执法执 所以第六四 它所分别我把奥子 也同时既有 祭生我把奥子 那 我们把这 祭生我把奥子 跟分别我把奥子 我们再做个简单的说明 祭生我执是 我们先天既有的 这个身体 身见我执啊 它 天生既有的 先天既有的 也就是 生生世世的习惯 非常执着这个身体是我 都总是有一个我 那祭生把执呢 就是无始以来熏习诚信 它非常执着 我们常讲说 常常在一切法 忘身执着 你说 有 它就执着有 你说空 它就执着空 很容易执着 那分别我执 就是我们 以我们的分别心的力量 产生出来的 就好像 分别 我们分别五印 法为我 做奖心是这五印法 去分别 我们自他之间 有一个我 非常坚固的 这个就是分别我执 也就是说 真生世世 后天的兴起 包括 我们社会啦 家庭 家庭啦 教育啦 学校教育的整个社会啦 这个就是我们 制作一个我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就是我们的 分别我执 那分别法子 就是我们五印 召入十八戒 把它当作真的 不知道 它是希望不死 心经讲的 照见五印皆空 我们却不知道 把它执为 持有 持有法 那就是我们的 分别的 法子 所以我们第六四 它不仅分别 活法二子 它也既有 既增 活法二子 所以 它是我们心里 活动最强的 六四是我们心里 活动方面 这是最强的 也就是 凡是我们心里 能够思考 能够判断 记忆啊 决定啊 乃至我们讲的 喜怒 愛乐 种种 情绪上的变化 其实 全部都是我们第六四的功能 所以 像种种的叹嗔痴 慢于恶劍啊 都是我们第六四的功能 那 前五四 它是以 清静四大 为根 所以 它是我们设法之根 好 第六四 它是以 第七四 莫娜四 为根 所以 它是 带心子的 它是带心子 所以 是心法之根 你看我们第六四 以第七四为根 第七四 又以第八四 为根 所以 我们心意识 其实统统都是一样 它是互相的作用 统统都是一样 相远的 所以 心意识 都是以 心直为根 但是 在我们信中来讲 诶 讲的又不同了 像楞言经 楞言经所讲的 第六四 还是以 清静四大为根 像 楞言经里面 所以 这 第四箭一段 经文 它是 游生灭等 奥总相细 以 也 妙言中 年 沾八 之 之今 印靶 染靶 染靶成根 那 根源 目为 清静四大 染靶成 我们的 就是 第六四的根 那 根源 目为 就是清静四大 就是 英明 意思 就是 如幽 事件 福根 事成 流亦 奔法 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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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檢裡面的一段經文 所以這任元君裡頭講的我們的 義根也就是親近世大 他講的是義根 任元君講的是親近世大 義根也是我們親近世大 但是 維世協他所說的 心直為根 所以這兩個有不同之處 所以我們在這裡 把這個不同之處提出來 讓我們大家來參考 那前五字 所言的是 是什麼 我們的心 是色法 所見的色法 他所言的就是色身相畏處 所以 現在我們眼前的 境界就是親近見亮 現在我們眼前的境界 我們五字所見的就是不帶名言 只是我們信念 信近見亮 所以我們五字 所言的是色法 那第六字所言的就是 法境 就是我們心法 法境 法就是 什麼是法呢 法就是 凡說能夠通一切民相 包括像我們講的五印 十號入十八戒 這等一切民相 凡是一切大小有形無形 真實希望 真實希望一切事物的道理 可以說通通 可以說 都稱為法 你看 我們第六字 他所言的法境 他 非常廣 法境非常廣 就像 我們分別 東西 好壞 美醜 自非 善惡 貧富貴賤 他所言的 就是 這個法境 非常廣 分別一切 他 一切是非啦 包括我們一切 分別一切是非的 自共向啦 分別 現在 分別 過去未來 也就是 依這個 師心所 經過了 省力師 捷徑師 動花正師 造作租業 這都是我們第六字的功能 所以你看我們第六字 他的活動範圍 有多廣 非常的廣 所以我們第六字 是我們心裡頭 整個活動 中心 為什麼 那為什麼在小聖 的時候 只講到第六字 沒有講到第七字跟第八字 他講的 講到第六字 因為那當時候的 那個 這個 眾生音還沒有 還沒有成熟 所以沒有講到這個第七字 第八字 你看 當時候 你看大家聽到這個修行人 一聽到 第六字他就知道了 你看 就是我們的第六字 這個作用 原來產生種種的分別啦 都是由我們第六字 包括我們妄想 執著這個 我們會貪、撐、吃 其實就是 我們第六字的作用 他們 馬上就瞭解了 這是我們第六字的業用 只是他這業用的一個形象 的形象 他馬上可以瞭解 哪裡有這一切法是 哪裡 會有一切法是真的 一切法是虛幻的 知道 的道理 都是我們第六字 所以一說明他就知道 五運本空 不是只有的 那我們第六字 但是 升起式的作用 有兩個 有四種 他不同的分別 第一種就是 五同 圓意識 五種同圓的意識 是指 與他前面 前面 這個 這五式啊 他同時升起 共同圓的這個境界 維持 本來是一心 限量 好以 他本來是一心限量 所以 圓的這個 限量境界 所以這個我們稱為 五同 圓意識 這五種同圓的意識 這跟我們講 前面講的 這個 五式同時 好起 共同圓的這個境界 維持 維新 健量 好以 那第二種 叫做 五計意識 是指 我們的第六式能夠跟我們 五式 同時升起 第六式 沿著五層 色身相味觸法 也能夠沿著 十八屆 十八屆是沿著我們的六根 跟 天老鼻舌 身 跟 義 跟 做生相味觸法 包括我們這個六式 也就是 沿著我們六根六層六式 這十八屆 所以他可以 旁言這個十八屆 所以這個 五計意識 他在通於 限量 筆量 跟筆量 那為什麼我們 五式 除了這個 五片群之外 你看五式我們五片群 還有 這個 二十九個 新手 其實那是受我們第六式的 五計意識的影響 你看我們從第2個來看 從五計意識 就是 以前 前五式同時 而起 除了這個 炎五層之外 他還可以 旁言 五運 繞入 十八屆之法 也就是通於 限量 筆量 跟肺量 所以 五同元意識 所以那個 五同元意識 也就是 設在 五計意識 裡頭 這個在 以前 伊林坡 老師的這個 筑節本 在 八式規權 筑節本裡面 他就講到 五計意識 他沒有講到 五同元意識 如果以後我們看到這 五同元意識 我們就知道了 這個是 是 指跟 前面的 是 他是指跟 前五是同時熬生起的 共同元的 某一個境界 這個就是 唯心限量 其實 我們也可以說 這五同元意識 是 五計意識的 一份子 那第三種 是指 獨頭意識 這個獨頭 意思是什麼呢 獨頭意識就是 他不以前五 前五是 計起 他可以 自己 所以我們稱為獨頭 獨自的 這個獨頭意識 他是 不跟前五是 延老鼻舌生 這個五是計起的 他可以單獨生起的作用 所以 他 他單獨沿著什麼 五印 十二入 十八界之法的 意識 所以我們叫做獨頭意識 獨頭意識 獨頭意識 共有 四種 一個叫做夢中獨頭意識 像我們晚上做夢啦 他不需要沿著 我們 看到了我們的作用 眼老鼻舌生 眼老鼻舌身 射 沿著 射身將會觸法 他自己會 出現這個境界 他不需要 眼 他自己可以 出現這個境界 就是獨頭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夢中獨頭一致 他沿著唯有的就是飛亮 像我們講說 飛亮就像我們講的 這個兔角龜毛啦 他本來是沒有 對不對 沒有這件事 所以說 或者是我們把這個繩子 看錯了 把他當成蛇 或者是把驢子看成馬 這也就是所講的飛亮 那夢中獨頭一致他是沿著飛亮 其實是沒有東西 沒有這個東西 是自己想出來的啦 那第二種是指定中獨頭一致 定中 在靜中的時候 他顯現出來的 在定中所見的境界 在定中的獨頭一致 他所見的就是唯有限量 在靜中的時候 顯現出來就是他是限量境界 像以前西雲老和尚在定中的時候看到 有一個比丘對不對 到他這個 毛房去 他以為是 這個 犯境 那第二天就去問那位比丘啦 你在什麼時候 幾點鐘的時候 你有沒有到這個 毛房啊 他說有啊 那你怎麼會知道呢 那 西雲老和尚就講了 他在 靜坐的時候 打坐的時候 在靜中 顯現出來的境界 這就是我們講的 定中 定中獨頭一致 是沿著 漸亮境界 真的有這樣的境界 就是 漸在眼前啦 叫漸亮 那像我們老師以前他自己講過 以前老師啊 他自己講過 他靜坐的時候 對不對 看到坐的時候 看到那個我們看那個牆壁 都是 都是 白白的 看不出來有什麼 這個 他是都是漆 白漆而已 他突然間 看到了 那白色的 這個牆角 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密密麻辣很多洞 這樣子 那洞大小像 一個鹽子皮 這樣子那麼大 一個洞很大 他一注意啦 他起注意的時候 馬上就沒有了 膠消失掉了 最後他發現了原來 所看的因為面對牆壁嘛 看到這個牆壁 原來是牆壁 的毛細孔 很小很小的一個洞 因為他靜坐的時候 能量放大 能量 我們講說 定中的時候這樣 放大就很一樣 放大不知道放大有多少倍 有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那麼大 你看我們牆壁 你看我們現在看到牆壁 就是油漆很光滑 怎麼會有一個洞一個洞 那靜坐的時候突然間顯現出來的 就是限量境界 所以 你要限量境界 同樣 當我們一注意啦 一起注意啦 心 一動了就不見了 這相應到了限量境界 所以第2個 是定中 定中獨頭意識 他所言的是限量 限在眼前 是真的 第3個是 善未獨頭意識 心很善亂 善未獨頭意識 這善未獨頭意識 就是 打望講啦 就是我們打望講 在那胡思亂想 想東想極想來想去 這就是我們講的 善未獨頭意識 善未獨頭意識 那這裡面 善未獨頭意識裡面 這有 有 這個 兩種 量 一個是悲量 一種是什麼 筆量 筆量就是在我們 視為一件事情 能夠 推出它的道理 這個道理 就是筆量 它能夠在 筆量 那悲量就是 根本沒有這 這回事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這些事情 就如同我們一想 看到這個 賣 賣這個獎券的 或是說 有什麼 有什麼那個 舉辦什麼活動 抽獎啊 中獎啦 我又 我能夠中獎 我就可以 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就是屬於 悲量 打望講 還沒有中獎 就打望講 那就是我們講 善未獨頭意識 那第四種 也就是 我們講的 狂亂獨頭意識 狂亂獨頭意識 就像我們常看到 精神有問題的啦 精神有問題的啦 你看他 在街上指指點點啦 看他看到 好像我們看到沒有什麼 他看到了 有看到 好多東西 精神病啦 或是 琢磨啦 那就是我們講的 狂亂獨頭意識 這是悲量 那 有一種人 他平常做很多戰事啦 在往生之前啊 顯現出了 有一個非常 這香 邊香的花啦 很光明啦 那就會限量 像 我早期我常講 我一個 我一個的表弟 對 他很早就 就 就過世了 30幾歲就過世了 他人很 人很老實 他在 他在健訓級上班 因為生病 所以我的 我的表弟啊 他的哥哥啊 他就問他 你會不會怕 他說不會怕 他說 他看到 天人要接他了 你看 那個時候 混道了 跟 善 我們講善法相運 那是限量聚絕 那就 那就不是 這一講的 在狂亂獨頭醫治 那是限量境界 還有一種呢 像我們有些這個造惡啦 在靈命中的時候啊 你要在醫院啊 有人去照顧他啦 他 在那邊 看到什麼啦 看到 一下子看到什麼 一看有人要抓他啦 別人看不到 那也不是狂亂獨頭醫治 那是我們講說 那是業障 所以 狂亂獨頭醫治就是 像精神病啊 神經 神經病這一切的 琢磨啦這一切 這 這屬於 狂亂獨頭醫治 所以說 從這裡面 狂亂獨頭醫治 那 所以說 你看這個從這裡面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定中獨頭醫治 第三個是 善為獨頭醫治 第四個是 狂亂獨頭醫治 那最後一個是 五後醫治 第四個 其實指 生在我們 五濟醫治的 後念 我們的 五濟醫治前面 五是跟 第六是同時生起 生於 五濟醫治的 後念 在沿著前面的 五層境界以及 沿著其他 一切法 的醫治 這是 這是沿我們 五濟醫治 後念 然後在 打妄想 所以這個 五後醫治可以說 全部是跟 獨頭醫治是一樣的 這在 以前在 英英波老師的 註解本裡面 沒有 這個 五後獨頭醫治 可能 他把 這五後獨頭醫治 併在 我們獨頭醫治裡面 所以 我們一般 可以看到的 我們第六是 我們第六是 有兩種 一個就是 五濟醫治 一個叫做獨頭醫治 也就剛才所講的 五 同元意識 所以就是 五濟醫治 跟 獨頭醫治 跟 五後 醫治 所以這個 五同元意識 其實是跟 五濟醫治是一樣的 那 五後醫治其實 跟獨頭醫治 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 開和不同 獨頭醫治 其實 這個獨頭醫治 他的名稱 對我們 澳盛人來講 他僅僅是建立 六四而說的 因為 佛當之後 只是 做到這個六四 他稱為獨頭醫治 所以我們 如果從大盛的角度來講 大盛他講到八四 元老鼻澤身 獨頭醫 還有莫納士 還有 阿賴耶識 第八十阿賴耶識 所以我們 前面講的 前醫治後面 還叫有這個 分別醫 染進醫 還有種子醫 根本醫 那我們第六四 升級也是一樣 只要五個元而已 才能夠升級 這五個元就是我們第六四的根 根 根元 對不對 以及我們 講的莫納士的 根 第二個是禁元 那五季醫治 五瞳 元醫治 獨頭醫治 這個 午後醫治 這個四種 那第三個就是 作義 元 就注意了 要有注意 第四種是 種子醫 那第五種就是根本醫 這個五個元之中 這五種根本醫 是第八四 所以 這個我們六四升級需要 莫納士跟第八四 同時才能升級的 這是從 所以從大聖角 角度來講 他 不能稱為獨頭一世 獨頭就是他自己升級 因為 後面 大聖來講後面還有第七四第八四 跟著同時 起作用 所以他 沒有稱為獨頭一世 所以獨頭一世 是當時後 澳聖人所說的 我們 現在了解 就好了 所以 那我們第六四 簡單 簡單我們就說明到這裡 我們現在來 看這個第六四宋 我再把它 因為很短 好 宋文 再把它唸一次 三信 三諒通三盡 三戒輪職益可知 相應 心所五之一 善惡 臨時 得撇之 信 信借受山 橫轉譽 跟隨信等總相連 眾生八語如為罪 隱瞞能遭月律籤 八起 初心翻起地 寄身優至憲殘民 眼形 地厚 唇無露 觀察 圓民 造詐籤 這個三信 三諒通 三信 你看 三信 通三盡 這個 三戒輪職益可知 這個三信 我們第六四 它是通三盡的 就是 前面說明過 這個三盡就是 善惡 跟無際 有三信、惡信跟無際 所以第六四不僅它通這三信 它通 它也通這個三量 那個限量、筆量、肥量、也通三盡 對不對 那個性盡 代子盡 主隱盡 所以通 通這個 所以當我們第六四 是 生起善的時候 也通 前面所講的這個 十一個善心手 如果起惡的時候 它 也就通了這個 26個惡心手啦 我們講的 我們 善心手 第六四是一個 惡心手多 所以我們平常 起身動念多次 在惡心手多 所以我們特別注意 我們起身動念 那如果是 那如果是不起善念 也不起惡念呢 我們稱為 無際 無際性 所以我們第六四 通 善性、惡性跟 無際性 這個善性 因為它具有 前面所講的 寄生 我保二子 跟 分別 我保二子 它是我們 人的 所有的活動中心 因為 它活動範圍非常廣 所以 它當然就能夠通善性、惡性、無際性這個善性 那善量是指我們的第六四 我們的四量 它的四量是什麼 也就是 當我們根層接觸的時候 我們的第六四 先沿著我們的 元老鼻舌身這個 五際意識的限量 限量 就是現在眼前之量 所以第六四 它是 沿著 沿 沿著這個 沿量 筆量 限量、筆量、筆量 所以我們第六四 所沿著 是前五次的限量 但是 第六四就 把限量轉成了筆量 把我們 前五次 因為我們 前五次去領那的境界 這些的這個 影像 我們稱為弱性的影子 我們稱為影像 把它執取 去分別 資量 這個 計酌 計較 執著 較量 計較 計較 去執著 去 計較它 啦 所以我們就有了 好壞 美醜 美醜 是非 善惡 乃至於種種的 論斷 種種種的邏輯思想 如果我們 用這個心 像意測心 像我們講說 A等於B B等於C 所以說 A等於C 那就是 我們第六四 既有這個 筆量 筆量的事 所以說我們前五次 跟第六次 跟第六次 五季意識 讓我們跟 人接觸 第一念是限量 然後第六次 是直起落去的影子 馬上就有了 分別了好壞 美醜 自非善惡 種種的 幾項分別 那個就是有了 比量 有相對待的 境界出來 所以我們 前面講的 我們心法是什麼 我們一心是什麼 它沒有相對 它是絕代的 落入心意識的時候 就有 這一切的現象出來 相對待 顯現出來了 先相對待了 我們成為 從水來講 就是我們本心 本心清清楚明白白 它顯現出來的 因為 像 有風 產生了浪 我們稱為這四星的作用 有了相對能索的境界 這好壞 相對法出來了 然後接著 有了 悲量 我們看了 自己喜歡的 就打妄想啦 就想辦法去 想要去 取得它 如果我們 不喜歡的 我們盡量 想辦法去 逃離這個境界 遠離這個境界 那就是 總不懂的 妄想 所以我們第六四是通 限量、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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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這個三量 筆量 就是不是真的見在眼前的 所以我們看錯啦 甚至看成蛇啦 看錯啦 那就是筆量 那就是筆量 譬如 我們剛才講的 像梨 我們看成了馬拉 這也是一種筆量 這第六四跟 前五四是不一樣的 前五四是 信靜、筆量 第六四是通於三信 是因為受了五計意識的影響 那我們第六四跟前面的 五四、第一念 所沿的 是信靜 也就是 實質的東西 陷在眼前 我們只有能夠用 鏡子來做比喻 最清楚 鏡子怎樣 鏡子造性 浮來浮現 漢來漢現 都陷在眼前的東西 所以說他鏡子 鏡子外面的東西 他沒有 他不會 有這好壞的分別 所以說他不帶名言 鏡子不帶名言 所以現出那個 影像 現象出來 沒有總統的分別啦 那就是我們講的限量 他沒有 像我們 不起調念 所看的 所看來就是限量境界 但是 第六四馬上是直起了那個弱穴的影子 好起了分別 起了分別 這東西啦 別有價值啦 那個東西是比較不好啦 比較 看起來有這 比較貴啦 比較不值錢的 種種這個比較 然後我們 五計儀式地面 是沿著 只是 是 近近限量而已 但是他沒有 好壞 分別 沒有 像我們看到這個 珠寶啊 地面的時候 這個樣子是 他本來就現這個顏色 所以我們對這個珠寶 我們還沒有去 還沒有接觸這個是 珠寶的時候 我們所看的跟石頭好像一樣 對不對 不會去分別 也都是一樣的東西 因為他不是 自己叫做珠寶 但是我們 因為由於我們第六四以前有這接觸啦 人家跟你說 這個是不一樣啊 這是 是比較之後 我們在八字田中有弱穴 有這個記憶啦 所以說 我們就看到了 這個是珠寶 其實但是我們第六四 要念 本來是他是 沒有好壞 只一個像石頭一樣 沒有什麼 是一個 物質的東西 因為第六四有這個 第八四有這個 意義 因為 前六四把它 這個性間間的轉成了帶直徑 因為有人告訴我們 有帶直徑 那馬上有好壞分別 貴賤 等等的 本來是 只是第一念的性徑 第二念就把它轉成了 帶直徑 帶直徑 可變為 真帶直跟勢帶直 勢帶直就是 當我們所見的這個 像這個珠寶 這個有感覺 他並不是 他本身 他是 自己是一個 我這個是珠寶 是我們八世前宗的 概念 有著 人家以前跟你講 就是比較值錢 這個有珠寶的概念 他才是珠寶 你看我們現在 以前南非啦 以前南非啦 因為他們不知道 他鑽石是 是寶石啊 不知道 那因為 外國人用打火機啊 跟南非那些 土人啊 換這個鑽石啊 他們土人都非常高興 對不對 你看這個鑽石 那鑽石他石頭啊 他不叫鑽石啊 對不對 他只一個石頭而已啊 第六四是 帶直徑啊 是我們的心事 一頭把他 生起來的 所以他不叫鑽石 所以 他們的時候很樂意啊 跟他換 因為打火機 他不需要用這樣鑽木取火啊 他一開始 一打就有火了 他們非常高興 就是我們第六四 隨著我們前五四 五紀一四所沿著 第一念的性靖 但是第六四 馬上就轉成了 代直徑啊 馬上 就起舍了 那 租隱靖就在這裡面分別啦 就開始 打望想了 這個東西 的價格啦 以後這個珠寶 這很 很珍貴 可以買給送給誰 就是 我們講說 轉成了我們 第三念 這個 這個 所以 我們第六四 他是通 三信 三量 三境的 是這樣子來的 就叫做 三界倫時 亦可之 是因為我們第六四 活動力 是最強 而且活動 活動方面是 最廣泛 你看 你看我們的深口慾 是由於我們 藝業來主導 你看深口這個傲之 是絲末 深口是絲末 但是 我們的藝業是為主導 所以我們常常觀察自己 平常我們第六四 在達什麼妄想 也就是 當我們 接觸 跟神接觸的時候 主事在恩接悟的時候 我們能夠 順 逆境界 看到順利境界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 察覺我們的心 他是 顯現出了什麼 現象 如果我們時日刻刻都是 所心所見出來都是 惡的 是壞的 占了 大部分 或是說 稀微的騙人的 說一套 做一套的 其實都是我們講 撐恨 嫉妒 障礙 這種惡心手 這種 那我們就要 警惕啦 因為 惡心手 惡心手 以後累積到最後的時候 就牽引到 那邊 散惡道去了 如果我們心裡想的都是幫助別人的啦 我們跟十善心相應的啦 這個就是 跟十善心手相應的 以後當然 就生善道 惡心手就生善惡道 惡 善心手就生善善道 那如果我們知道 善惡 他出不了三界 對不對 我們知道三界無完載 人間是苦 一心想要處理 一心想要修行 依 我們苦極滅道 四聖地 或是依十善因緣 修行 或是依我們的 行六度萬恨 來修行 那就是成就了 神文 成就了 延結 神文是依四聖地 普吉滅道 十善因緣 是成就了 延結 那六度萬恨就是菩薩啦 菩薩道 成菩薩啦 所以這一段 聚眾裡面 三界 倫實 亦可知 三界 就是我們指的 一界 色界 無色界 三界 你看是不是 萬靶為新 都是我們心 所以我們使法界 祭足使法界 我們這念心信 祭足使法界 但是在你在哪一個法界 執著啦 尤其我們是在義界眾生 我們執著 財色名之罪 五一六成這個執著啦 就是我們永遠都是 都是義界 我們就了解啦 原來義界是這樣來的啦 所以 義界 你看 我們講說這個 在財色名之罪裡面 我們講財色名之罪是什麼 第一的 你很執著 造作的惡啦 你看 我來講說 財色名之罪是 第一的五條根 會多到第一就是為了 我們執著這個世間的 這一些的 五一六成 我們異界中生就這樣子啦 所以 所以說你看這個 異界、色界 色界就要住在 這個精神界啦 它對 物質欲望已經沒有啦 不需要啦 但是在禪定 維持 對不對 你看 色界來講 這個 離身喜樂 再來就是定身喜樂 再來就是什麼 離喜妙樂 你看這個 離開了物質的欲望 它內心就產生 這種的熱靜出來 在第四 第四談的時候 是 所念清靜 其實這是 在本清靜裡面 在本 在本定裡面 在 著了這個清靜向 只是著這個而已 因為我們自信它本來就清靜的 不需要再進障再加進 所以這個就是 詹絕指我們的 異界、色界、無色界 也就是當我們生命結束的時候 會往哪一個 地方去 是從我們第六字 的心 所以 就可以 了解啦 可以推論出來啦 所以我們平常 跟 自禪八定 或是跟 慈悲、喜捨、事無、量、心 相應 那將來就是 化身到這個 自禪 或是 自空天 如果我們跟 貪、生、痴相應的話呢 那將來就轉成了 三、二、道了 如果我們跟 五、界、十、戰 相應了 那將來就感得 人 人 或是 天、界、 天、道 所以我們這第六字的力量 最強 所以我們只要看到我們自己的心 我們就知道 將來 會往哪裡 來到了地方 去脫胎受胖 我們就知道 所以 我們常常 像那個 我們講說 我們基金會有一個 印一個 法界 暗律圖 有沒有 十法界暗律圖 它一個 圓圈 我們可以 把它貼在 把它貼在一個 那個 那個 我們容易看到的 我們每天可以 檢驗自己 我們心思 哪一個 在哪一道的 在 十法界裡 在哪一個道的 比較多 我們就知道 將來我們會到哪一道去 所以我們要起心動念 落在哪一個地方 將來 就落在 哪一個地方 是 善的就是三三道 餓的就在三二道 所以我們一定要察覺 修行就要提升 我們在法界的境界 所以這個 我們今天有這個機會 到這個 人間 當然 我們一定要 把握這個人生 人生是 最好就修行的一個 地方 因為它 在天上的時候就熱了 我們講說 富貴邪道難 在我們人間就好啦 你富貴你要叫我說 禮拜天 他懂得要出去 遊山軟水啦 對不對 怎麼可能還坐在這邊 來研習這個 佛法 所以我們利用 人生短短幾十年來提升 我們法界的層次 人生短短幾十年 很快 好 所以早期看到那個寺廟 他說 就像那個毛筆一撇就好了 就人生就沒有了 當時看到寺廟 他一撇向毛筆 毛筆一撇一下 人生就 就結束了 其實是這樣子 慢慢 到了年紀越大的時候 我們就感受到 人生真的是夢 人生如夢 人生如戲 其實就是 我們人生的大夢一場而已 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真的好好 能夠 在這個 法界裡面提升我們的法界層次 你看如果我們沒有學佛 對不對 我們都是以 無名 為父 貪愛為母 在六道輪迴 因為我不知道 凡部本來就是這樣子 凡部位 六道輪迴就是因為不知道 在六道裡面這樣轉來轉去轉來轉去 所以我們 慢慢了解了 原來法界就是我們今天心性 我們在世間 那麼多的 現象種種 我們就以後懂得 我們怎麼關照 不要去 探員完美的境界 能夠讓心 不斷的 越學越 越修越親近 越來越沒有事 心越來越沒有掛愛 因為一切現象都是稀犯的嘛 像夢境一樣嘛 你執著他 所以說金剛經講得清楚啊 住就是非住 你執著啦 住就是執著啦 你執著的時候 他是 非住是怎麼 因為他 你執著的東西 他也是空進的 是圓影像而已 那不是真的 我們 就懂得啦 關照啦 慢慢 懂得放下來 你看我們在 出身為人 對不對 從我們出身為人就好了 你們沒有學伯的時候 我們出身為人 從小一直 還不會走路 對不對 還不會走路就要人家餵啦 餵奶啦 那末節啊 早期啊 從小一直的時候就很記得很清楚 在一個小床裡面 還不會走路啊 那慢慢會走路就自己很高興啊 還不會走路 餵奶啦 人家餵奶 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要走路就 爬不起來啊 會走路也會跌跌撞撞的啊 對不對 你看人生就這樣子 經過這樣子 人生就好啦 從 熬童 對 到慢慢 你要上學 對 上 上幼稚園 要上 這個 小學到 小學 中學 高中 一直向大學 乃至有的 到了 讀到博士 對不對 你看一生之中都在做種種的考驗 種種的這樣子牽掛 你看是不是我們這樣子 你看 畢業之後 又要什麼 又要 要找工作 找工作之後 要什麼 要結婚成家啦 沒有 那個大義又不好啦 種種的現象 你看我們在 這個 人間就是真的是苦啊 我們 慢慢了解啦 這個道理 懂得 開始 協博 你看 種種的 現象 我們種種的 那心理上的掛礙 考試啦 種種的 怕不及格啦 又怕 這個 被人家懲罰啦 你看 那麼辛苦 讀書那麼辛苦 之後 在社會裡面 又 又找工作 對 工作又不好找 又怕這個工作又失掉 對 對不對 在公司裡面 又人與人之間 對不對 有些勾心鬥角的 所以說 這種種現象 你看做業務啦 因為做業務有 以前 早期啊 啊 啊 遠遠也是 某些也是從業務 業務 組成的 業績 在公司做業績有業績的壓力 啊 啊 所以種種的負擔 尤其我們 結婚的時候家庭的負擔會有凹女啦 整個 你看在一個大家庭裡面啊 家庭都是 有很多的意見不合啦 早期還好啦 因為早期從小 早期墨學是在一個四合院 那四合院 那會比較啊 對不對 堂哥 堂弟啦 他讀了 讀了 讀了都是 考得很好 對不對 會比較 那都是這種壓力啊 像 像 墨學的堂哥 堂哥 他是以前 台大的 副教授 早期啊 我的堂弟跟我 年紀 差一歲 他現在是在美國 美國呢 波音公司 已經 已經 我看 已經 將近 十幾年 十幾年沒有 沒有回來了 人生就是這樣子啊 在任何境界裡面 都做種種考驗 做種種的那個 比較啦 種種的 人生 說實在 拼命的 拼命的一輩子 對不對 好啦很難得 有一點 也安定了 對不對 老啦 身體就摔弱啦 種種現象 老啦走不動啦 對不對 生病啦 小孩子呢 又到 又到外面去工作啦 心裡病毒 自己又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到醫院 所以現在只好 能夠 請一些 外勞 對不對 你看他外勞 有時候 覺得好 好的外來 還好 不好的外勞 你看 我們看有時候看電視 看來 很恐怖 會 會虐待 像我祖祖啊 我一個祖祖 還在 可能 九十幾歲啦 走不動啦 他一個 我回到老家之後 有時候去看他 他就一個人出來 他要叫他 小孩子要叫他去 帶他 到他的 因為他小孩子 做工廠嘛 但他工廠 又做不習慣 希望住在鄉下 比較 比較好 他又不喜歡 這個請外勞 他自己很 比較自在 年紀大啦 一個人 就買便當啦 就坐個計程車 就到 到街上去買 買便當 好像慢慢現在呢 我們有這個 政府有 有 有這個啦 好像那個 那個 你可以請 他好像來幫忙 所以說 這人 年紀大啦 到最後 你看我們一生之中 賺那麼多錢 到最後 什麼都得不到 我們講說 萬般 帶不去 唯有是 夜隨身 所以我們只有 能夠了解 事件現象 是這樣子 不斷的來提升自己 在 我們法界的層次 我們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說我們講說這個 這個人生就如同心上所講的一個故事啊 有一位旅人啊 被這 狂 狂向追趕 他躲進一個枯木裡面 攀岩住那個井邊啊 井邊那個樹藤啊 他往上爬 結果呢 發現井裡面有一個毒蛇啊 他想往上爬 又看到那個老鼠在那個井邊裡面 一直啃那個 樹藤 他井外又有這個 又有這個狂向 他也 上也不得 下也 不得 正在恐慌的時候啊 那個樹藏的這個蜜蜂啊 蜂蜜啊 結成了蜂蜜 蜂蜜結成滿的滴下來 這個五滴在他口裡面 他想說這個蜂蜜之宜啊 忘掉了在井邊的那個危險 五滴蜂蜜 是指我們的這個事件的五意啦 他比意啦 就從我們的人間在五意之中 只是 暫時忘掉我們的苦樂優許所 貪求 一點這個 愛意 這也忘了我們講說 要陷入這個 然後陷入這個 無窮無盡的這個 痛苦的這個輪迴 永遠都 找不到 自在解脫啦 所以 我們既然今天得到人生 我們懂得 了解 修行佛法 了解 這個 現象是怎麼來的 了解我們巴士的一個活動的現象 跟我們這個死法界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利用 現在這個身體 射身 健康的時候 我們不斷的 斷惡修綻 把我們無死來的這個惡極 把它斷掉 來增長我們親近心 來增長我們的 自己的 平等心 來增長我們的慈悲心 親近平等就是我們信德啦 我們本期的信德 不斷的在境界裡面能夠 立志練習 有了包容心 所以說 這個 增長我們的這個 廣大的菩提心 你看我們懂得這樣子 懂得 在境界裡面不受境界影響 對不對 能夠懂得理向啦 我們智慧 理向的時候 智慧就升起了 不斷的升起 提升我們法界的 就能提升我們法界經界 你看這個 義界天 四天王天 對不對 我們這邊是什麼 四天王天 一天是我們這邊的五十年啦 道立天是 一天是我們這邊的一百年啦 你看我們這個人間氣掉了 從小幼年氣要已經 以及這個老年這一段時間 其實人間就短短了 沒有幾年啦 所以說 我們在這個 有限這個時間裡面 我們總統利用 這世間的這個 境界來 歷念自己 讓我們能夠學習到 如如不動 不被境界影響 瞭解 境界是 它是我們心的原影像 為事 為什麼的事 你要事心 也可以瞭解 我們這個法界的事真相 實法界就是 我們這念心性 它顯現出來的 本來是什麼 絕代一心的境界 所以 萬八 為心 所現 為事所變 這道理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道理啦 我們 把我們 胡死以來的這個惡虛 以我們了解 經濟法 我們了解世心的變化 我們懂得 把它慢慢轉換 我們講說 到了大聖 心清靜就 轉 我們講 轉 事 成 自 是 就是什麼 然了 就叫做是 不然了 就是自 所以說 是清靜的 就是 自 所以是自是一家的 懂得這個道理 來不斷的 歷念 在生活之中 歷念 恢復我們的清靜心 清靜心就是我們的本性本濟的 又主大師在談句裡面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靜 本不生命 也說開宗明義的就告訴我們 撲嶽自信 撲嶽自信 本自清靜 但以此心 直了 成佛 我瞭解這個道理 此心 就是我們 結代真一心 清清楚楚明白 這念心 它不然萬盡 那是結代的 那如果 相對代的就是我們 把 真如變成了 我們八四五十一心所啦 所以說我們 都是自心 分別自心相 所以我們在人間 如果說不懂的修情 直起這個 五十一六成的話 最後就是 帶給我們更多的 煩惱更多的痛苦 所以這一講 三界 倫時 欲可之 就講這道理 平常我們在打什麼萬講 我們就知道 將來我們會到哪一道去 投胎受報 所以我們一定要警覺啦 那底下說 相應心所五十一 戰惡 臨時 別撇之 這是說明到 我們第六四活動的範圍 很廣 這是 我們的五十一心所法 通通 都相應 也就是我們 五十一個心所的作用 它通通都有啦 這第六四都有 所以第六四 第六位的五十 心所 心所 包括我們講五片形 五別鏡 戰時衣 這個 煩惱心所 有六 根本煩惱心所有根本煩惱 大隨煩惱 小隨煩惱 中隨煩惱小隨煩惱 就總共加九九二十個 所以不定心所就有這個四個 你看 第六四相應的心所有五十一 這個五十一 惡心所 你看 五十一個心所裏面 零食結 別撇之啊 五十一個心所裏面 它不是說 同時 不是說同時跟我們第六四起作用的 有時候 有時候跟善的 有時候是跟惡的 有時候呢 是跟 不定心所啦 就是告訴我們啦 這個我們這個 第六四起了作用的時候 它不一定 跟哪一個心所 同時作用的 有時候是跟善的 有時候是跟惡的 有時候是跟不定心所啦 所以在這裡講 零食 就是零食 零食的時候 它 隨時 都會起變化啦 所以說 這個 善惡零食 被撇之 就是這個道理 就像我們早上出門的時候 我們心情好愉快啦 對不對 因為 本來講 就要 扩訂了 哇 這個訂單 來了 我們壓力減少 心情很快 那到中午的時候 他來電話 這訂單取消了 心情又馬上又 變了 所以心情很懊惱啦 所以這一講 善惡 零食 卑蔑之 就是道理 心會齊齊不符 隨著我們情緒的變化 同一個環境有時候會讓我們 很喜歡 有時候讓我們 很懊惱很脊脹 所以不告訴我們要 觀心無常 我們心都沿著外面境界 八四五新手就外面境界 所以我們叫我們 觀心無常 所以我們 眾生 我們稱為眾生善變 因為我們用的是八四五十一新手 我們所用的都是什麼 忘心 真心就是我們結代的 清清楚楚 真心是急躁的 那菩薩他們所用的就是真心 所以真心 它就沒有變化 不起變化了 好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每一個人 家庭有著 兩尊菩薩 一個 父母 對 兩尊 一個父母 就是因為 他父母 我們每一個 父母都是用真心的 所以因為他 父母對 地人熬女 他絕對不會變心 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 對 這個是一般父母都是這樣子 他永遠都是 愛護我們子女的 像我們 有時候年紀很大的時候 你要出門的時候 你看 有時候六七十歲 以前 監擾母親 也是這樣 他都會叮嚀你啊 出去啊 牽涉人啊 要多穿一點啊 母親 父母親都是這樣子 要開車啦 叫你開慢一點啊 所以父母就永遠 付出了這個 子女 所以我們成為這 兩個父母 就是我們成為兩尊菩薩 所以我們學習佛法 孝道一定要做到 因為 孝道 你自己的父母都不孝啦 你只要對 對眾 對眾生 能夠那個 幫助眾生 那是 不可能的 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都是一直不斷的 在家庭生活之中 慢慢的 懂得 把我們的這個 習趣 不良的習趣 慢慢慢慢進化 慢慢進化 生活之中 在哪裡 都是 能夠依什麼 我們 你看我們講說 常常的隨緣啊 能夠隨緣啊 能夠 任運 隨緣任運 生活沒有自己的 這個習趣 惡習 我們自己的這個 主觀成見 慢慢把這個 放下來 所以說 我們連 家庭 連我們這個 兩位 兩位 這個菩薩 我們都不能 回報 那我們 怎麼還有慈悲心 去幫助眾生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 我們第六四 是善變 這講這 善惡 這個臨時 別撇之 善變 很容易變化 又沒有 身見我之法之的關係啦 底下說 信戒 受山 橫逸轉 跟隨信等總相連 這裏的信 是指 善惡 善信 惡信無忌 這個三信 所以這個戒 是指我們 義戒 色戒 輻色戒 這個三戒 所以這個受 是指我們的第六四 的受 受有什麼 苦受 肉受 跟 不苦不漏的 舍受 這個 三個加起來 我們講 憂 跟喜 就變成個五個受啦 就我們常講說 我們講的 苦、漏、憂、喜、捨 就是這個道理 那信戒 受山 橫轉逸 是說我們第六四啊 我們第六四 是 變化無常 所以當我們起惡心的時候 帶來就是痛苦、煩惱 最後帶給我們就是 到 三惡道去 那如果我們起善心的時候那一定是 歡喜心 文常講說 為善 醉樂 你看我們 小時候 我們青年所說 一個 助人為快樂之本 為善、醉樂 你幫助人 內心 就產生了一種的喜、喜樂 為善、醉樂 那就升到天堂了 所以我們講說 像 天主教啦 像這個 天主教啦 這些 你看 基督教、天主教他自己十善業 你看 他們求的就是 到 天上 到天堂 佛法講說 三戒無安宅啊 到天堂享受的時候 那個 福報響進來又墮落啦 他叫佛、佛法叫我們要出三戒輪迴生死 恢復到我們這一念 親近本性 那就可以得到大自在 因為佛法界就是我們這念心性嘛 當然 蘇佛如來 祂正了我們這念心性 無所不能 祂祭足了一切 所以說他又能夠 生一切萬法 那都是我們這念心性 所以說我們善 那就到 正到天堂 對不對 所以可以講說 包括所有的宗教 他都是 以善 為導 那是我們講共法 佛法有 共法跟不共法 不共 就是我們講到的 我們的 剝弱智慧 你看 那剝弱智慧也有事前剝弱跟 也有共 跟不共 讓身文言訣 那是共法 菩薩的法身大事呢 就是不共 不共 他不共傲聖的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也像我們包括我們修禪定 有了禪定的時候 我們講說以禪位為時啦 禪業 有喜樂的 絕受 那就跟 四禪相應的 如果禪定是跟四空天相應的時候 那是無色借天 對不對 那就是我們講 所以講 信戒受山 恆轉義 信戒受山 恆轉義 為什麼講著恆轉義呢 恆轉義就是指我們的這個 修禪的時候 到了四禪天 恆轉義就是 但當 我們這個 在四禪天談定 失禁的時候啊 又墮落這個意界啦 我們講說 在意界人間 那如果我們修了四禪天 那如果我們修了四空天 當這個定境是禁的時候又回到這個意界來啦 就這樣 所以這一講 所以這一講 信戒 受山 恆轉義 就講這個道理 就講這個道理 叫我們 要 出離三界 不能在這個 执著在三界的 境界裡面 因為心 往哪一個地方你就以後就是 在哪一個地方 就很清楚 所以 你看當我們 起了惡心 我們當下 就是感受到了苦 所以說我們講 因果 他是同時的 我們一有了嫉妒 有了障礙 心有了障礙啦 有見不得人好啦 當下就是自己在受苦啦 都是我們自己啊 從頭到尾都是沒有別人啦 都是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能夠隨喜啦 能夠讚嘆啦 能夠 分享別人的成就啦 當下自己就有歡喜心啦 所以說為什麼講說 這個 能夠隨喜 他能夠 把我們這個嫉妒心啦 障礙的這個心 能夠化解 因為隨喜功德嘛 所以如果我們常常起惡劣啦 將來累積 這個惡的習趣 還牽引我們自己到三惡道裡面 如果我們 長起了善心 當下自己的 受歡喜啊 心裡面歡喜心啊 以後這個善心的力量就帶 我們到三善道裡面 所以 我們來到人間 我們啊 如果不懂得修行的時候 不懂得斷樂修綻 那 真的 我們常講 賠了夫人又責兵 這懂得修行 如果我們懂得修綻法 長行 戰行 戰行 生歡喜心 那將就在戰樂道 你看 我們才能講說 什麼 一劍酸 雕啦 你要差別那麼大 我們說我們要注意自己 的起心動念很重要 這邊來 講一個故事 以前 我們講過了 以前那個 一個將軍去請教一個禪師 他說 有天堂有地嗎 那禪師說有啦 如果可見呢 他說如果可見呢 那禪師 就問他啦 那你是在做什麼的啦 他說我是 他是在朝廷裡面當將軍的 那個禪師就藉著機會來教化他啦 他說 你是當將軍的 你看起來好像跟殺豬的一樣 這位將軍一聽到 你明明一個 這個將軍對不對 被你說跟殺豬一樣 暴跳如人 他拔起這個劍 想要殺這個禪師 那禪師就 趕緊跑啊 一直跑一步跑 就 開始喊啊 第一門前開啦 第一門前開啦 那一張軍 一聽到 原來他就告訴 他是第一的心啊 這個是第一心啊 他馬上就 跪下來啦 跟對禪師 懺悔了 這個時候 禪師就說啦 天堂的門開啦 天堂的門開啦 你看 我們長行實戰的時候 就有這個 有熱瘦跟洗瘦啦 很短的一個小故事 我們就知道 心的變化 就這樣子 你看六四的心 你看變化 就是為什麼 原來外面境界的 遠領相 執著 這個相 他比如說 地方 起分別執著 所以說如果我們常常能夠 存了這個惡心啊 不懂的修群啊 跟這個不善心 那六所禪經所講的 不善心 這個基督心啊 焦慢心啊 狂妄心 清仁心啊 博慢心啊 諧見心跟這個 貢高心啊 這一切 基一切實 忠不善心 那就是我們 就有苦受啦 有 憂 苦肉憂疾者 這個 總統的受 所以 叫我們 懂得這個道理 叫我們能夠 斷憂修善 所以佛法 講到一個 什麼是佛教 諸奧莫作 眾善奉行 至敬其義是諸佛教 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先 懺悔業障 懂得斷憂修善 要點 提升起來之後 我們要懂得 眾善奉行 幫助別人 幫助眾生 慢慢 把我們自私自利的心 慢慢進化掉 到最後 我們才能夠達到 自敬其義 到自敬其義的時候 圓滿是跟我們 信德相應的 跟我們自信相應的 所以這個 開始要先斷惡修善 這是很重要的 忏悔業障 是很重要的 剛開始瀀� 的時候第一個先忏悔 我們無史以來的這個 惡習 我們的業障 所以這一講 信借 壽三 恆轉義 就告訴我們 六四 六四 它是不斷 變化無常啦 我們要小心 它不斷變化 無常 那 跟 跟隨信 等 總相連 就是根 就是根 根是什麼 指我們的六根 我們 六個根本煩惱啦 六個根本煩惱就是 指我們的 也 指我們的 澳十種的這個 水煩惱 你看 澳十種的水煩惱 有三類 前面我們說明過啦 小水煩惱有十個 中水煩惱有兩個 還有 大水煩惱有八個 這個信 是指 十一個 戰 新手 那這十個戰 我們到了 第二次在細說的時候 我們再來 復 復講一次 再來說明 那 第六個 煩惱新手 澳十種的 第六個根本煩惱跟澳十種的水煩惱 以及這十個戰 新手 總相連 這些都是我們常講的 我們第六四的 它的作用 總相連 跟我們第六四息息息相關的 所以這一段說 所以這一段說 信藉受山 恆轉意 那 跟隨 跟隨 信等總相連 這個就是指我們第六四的形象的跟它的業用 第六四你看 它能夠圓那麼廣 所以我們第六四 所以我們第六四 我們一般我們凡撲啦 我們凡撲都在 在六四裡面範圍裡面在 對 因為我們是 從八四有之心手 的作用 八四有之心手就是 它生滅者 但是八四有之心手 裡面的 阿賴耶 它是生滅跟不生滅的 合合 它動向的時候 那八四的動向就是生滅向 但是它本體是什麼 我們真如 我們主要葬廟真如心 我們真如體 所以我們了解 這真如體 所以諸佛如來是從 真如變現八四五之心手來 教化 幫 在世間 幫六道中生 幫助六道中生 到底就在這裡 所以說這個第六四的形 這講說 跟隨 信等 總相連 這是我們的 第六四的形象 以及它的業用 我們再看這個底下 動真八語 獨為罪 隱瞞能遭業力牽 你看我們第六四 能夠發動 動真八語 就是第六四 發動我們身口欲的 權人 而咒唆 哪咒唆 咒唆 絕絕手 這一講 獨為罪 發動 動身發語獨為罪 發動我們的身口義 造作 你看這就說明我們第六字的力量 有多麼強 獨為罪 這指我們造作罪業 它是最強 造作罪業最強 獨為罪 那引滿能遭業力千 能遭其實這個意思就是說 能遭是令元君所講的 引業跟滿業 能遭 你看 簡單講引業就是總報跟別報 滿業是別報 這就是我們兩種的業力 業力千 也就是我們講的 六道輪迴中所感受的 這個總報 引力就是總報 我們新的力量 第六字的新的那個力量 我們稱為總報 我們稱為總報 那別報就是 我們講說是滿業 這滿業 後面我們再說明再詳細 這邊就簡單 它的 大概是 剛要是這樣子 就是告訴我們 第六字能夠 引前面的五字 造作的善惡之業 這個引 就是我們 第六字能夠 引我們前面五字所造作的善惡之業 滿 就是 指我們 滿足 它能夠滿足我們第八字的 一手果報 好 這就是我們第八字 也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講八字就是我們講的 第八字就是講的四神 那第六字 是引導前面去造作善惡 善惡業 然後第八字 的業是種子 將來 我們在命中的時候 引業引導我們自己 以 到 善惡等 在我們六道眾生去投胎受報 引業 跟滿業 那人今天講的引業跟滿業 他說引滿就是 引業 我們 第六字的造作的 新的引導力量 讓我們到哪一道去投胎受報的 那種力量 叫做引業 滿業 滿業就是說 你過去一生所造作的種種的 那個 現象 造作的種種的現象 在當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受報的時候 他就在那一道 顯現出來的 善惡 不是 那 蟲蟲霍福啦 生命的 這個 高矮胖瘦的種種的現象 包括 我們 講的 人的壽命的長短 六根 不計的種種的現象 就是在 我們過去生 所造作的 那 在你投到哪一生的時候 才顯現出來那個 現象 所以說 種種的現象 都是我們自己造作的啦 了解 講很清楚啊 就講我們 英滿 就引業 跟滿業 能招業力前 我就很清楚啦 可以 講到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所以說我們所看到的 我們就有看到這 目前的現象 你看我們看到 哇這個黑道大哥 對不對 哇他就有權有勢啦 對不對他作惡多端啦 不過講三次英國 表示說他過去造的戰業 我們講說在銀行 還有 還有存款 還沒有用完 所以果報看起來 還能夠享受 人天的榮華富貴 作惡多端 還能夠享受 人天的榮華富貴 因為他過去生 他的 他造作的戰業 對不對 還在啊 就是說銀行的存款 還有啊 當他銀行存款 用完的時候就知道 果報就現前了 那就 很苦啊 那就很苦啊 如同天堂 吊在地獄一樣 所以特別講 銀滿 能遭 玉利圈的道理 一個是隱頁 一個是滿頁 所以從這裡 短短幾個字 我們就知道啦 我們就 不會 不會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你已經了解啦 是真相啦 為什麼這個人是這樣子 你也是很清楚啦 為什麼我們 處處不容易 我們也是很清楚啦 過去是哪一個地方 做得不圓滿 為什麼這個家庭 同一個家庭 為什麼父母會對 對這其他兄弟特別好 對我為什麼 好像就是 那麼冷淡 也是一樣的 過去生的 的陰啊 所以 我們 要監控老闆 是常講說 我們在世間 就是不是 什麼 討債 還債 對 這是什麼 對 就是這樣 都是我們自己所造來的 所以 底下 我們這樣看 這一講 銀滿 能遭一力千 很清楚 他底下說 八起初心 歡喜地 寄生 幽至 獻殘民 這八 就是八菩提心啦 啟就是什麼 啟修 就是啟修 修行啦 八起 八菩提心 啟修 維世學講說 八菩提心 現在經過什麼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我們講 這三賢位就是 十柱是修空觀 十行就修假觀 十回向就修中觀 然後 在 經過自家行 還 頂 忍 至第一 然後 破我們的 分別我保子 不 寄生我保子 正真如啦 分正真如啦 所以這個 八起初心 是指 分破 就是破我們的分別 我子跟法子啦 但是 那寄生我子 還沒有破 但是 不寄生我保子 分正真如 入了 正真如的 我們講說 分正真如就是 正法子 分正法真 入出地的 什麼 歡喜地 我們講出地叫歡喜地 他能夠 所謂的我們 凡夫性 正德的 正性 凡夫的貪嘛 那這 歡喜啊 所以說 我們講說 這六 六度裡面 不知 冤滿的時候 就是歡喜地 他能夠 福 煩惱 申起 歡喜心 所以這一講 八起初心 歡喜地 歡喜就是 出地菩薩 歡喜地 出地菩薩 前面講 前修就是 十住 十尋 十回相 再加上 這四家群是 環頂忍是第一 從這裡 正真如 分正真如 入出地 歡喜地 你看 我們講說這個歡喜地 你看 我們的煩惱 你看從布施 他為什麼能夠 布施圓滿 能夠 布施婆羅蜜 能夠 震了 這個出地 歡喜地 煩惱沒有啦 任何東西都布施啦 自己沒有貪求啦 自己沒有貪求啦 沒有貪求的時候 內心就是 罰喜就 簡現出來了 所以說真正到 布施圓滿的時候 布施婆羅蜜 那就是 正著出地菩薩 歡喜地 那底下說 既身 優至現殘民 雖然出地菩薩 他能夠 服 這個煩惱 煩惱不生啦 但是他 還沒有達到 完全無肉 沒有辦法達到完全無肉 讓那個輔助 但是他根本 他能夠以根本 至觀空 厚德至觀俗 能夠真俗等觀 他能夠 入觀行的時候 他能夠 輔助 我們寄生的 我法傲職 寄生的我職跟 寄生的法職 所以他能夠 煩惱不生 那如果他 這個 觀行 離開觀行位 出觀的時候啊 這個時候 寄生 我法傲職 跟寄生法職 寄生我職跟寄生法職 又會起 現行 所以這一講 寄生優至現殘民 他的寄生 我法傲職 又會起作用 起 現行 現殘民就起現行 就是有了這個 維繫的煩惱的 產生啊 所以說我們講說 這個就是 留住身面 在 任鐵經來講 還有維繫的煩惱 那叫留住身面 出了煩惱沒有了 向身面 那出了煩惱沒有了 但是 如就如同我們講說 這個海 那個海浪啊 海浪平息了 看起來 沒有海浪 沒有煉漁了 但是 海底下 水 水面的 這個風浪啊 風浪 這 煉漁已經沒有了 但是 海底下那個暗流 還是在了 就是維繫的這個 繁老 還是 會在 所以換句話說 他所證的字 清淨真如是 服 我們的 我們的 寄生我法奧子 滅了我們的 分別我法奧子 所以他不是滅了這個寄生我法奧子 他只是 扶住我而已 這個時候 需要 假借第六四的綿綿密密的觀形 借著六四的觀形 否則的話 離開了 縣觀 的時候 他寄生 那就是寄生我法奧子 還是會 現行的 因為就是 很違繫的 不是我們 一般般不能夠 察覺到的 這是當我們修到 到真正到 那個 正法身 這法身大事 他才慢慢 能夠 扶 那個 他破了 我們分別我法奧子 但是 他寄生我法奧子 還是很違繫的 煩惱 你沒有 沒有在關心的時候 他會又起獻情了 所以這段就是 八起初心歡喜地 寄生 幽至 獻殘民 這指我們的 智力跟轉力 這個時候 正德 初心歡喜地的菩薩 這個 這個 我們講說 第六字就轉成 下品的 妙觀察制 能夠觀一切眾生的根基 能夠 觀一切 法的 自共相 妙觀察制 一接觸就明白 這些 彼此之間的 自共相彼此之間的 相對待著 自共相的關係 他都清楚 但是 離了官位的時候 那 違繫的煩惱 又會起獻情了 這個 這個道理 所以說 八起初心歡喜地 把分 分別 我法奧子 破了 但是 福祭生 我法奧子 那如果 你不起關心的時候 離開關心的時候 那 祭生 幽至 獻 殘民 到了底下說 眼形地後存無露 觀察 原明 造大圈 這是指我們第六字的 果德 果 果德 眼形 眼形就是指 眼形就是眼形地啦 眼形地後存無露 眼形地就指我們第七 七地的菩薩啦 七地就是眼形地嘛 尤其是指我們的 眼形地 之後 到了第八地不動地 才是真正的存無露 所以說眼形地後存無露 就是 到第七地 之後 到第八地了 那才是真正的存無露 所以我們講說第八地是不動地 那我們對這個道理我們要達到怎麼樣才能夠達到不動地呢 好 所以我們對這個事實真相很重要 這 萬法的事實真相很重要 了解這個萬法 它是什麼 金剛經講很清楚啦 知道 人格現象這反所有像都是虛幻像 從我們心地來講 所看到的就是我們心的眼影像 當下整個境界 它是虛幻不實的 所以反所有像皆之虛幻 很清楚的 是我們心 顯現出來的眼影像 熬矣 它不是真的 是虛幻像的 所以我們常講說我們禪宗所講的 禪宗所講的 我們這個信宗所講的就是 像有之無 雖有 看起來是有 但是如幻 這個影像熬矣 所以說這個一定要先了解 所以說 金剛經告訴我們 能夠 了解 一切法 本來是無我 能夠知道無我 沒有一個我 你就能夠 一切法 無我出自於人 任何境界 顯現出來的 你都不受它影響了 那個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 那個 真心它顯現出來的 現象 是真心所顯現出來的 一切的現象 都是什麼 心的 眼影像 像有之無 不被進去影響 因為已經沒有一個我了 是 我們執著的這個我已經不存在了 為是我們這個 如來賬 妙真如信 是極造的 所以說 佛陀 出生的時候 天上天下 走得去步 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那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的真如 我們的如來賬 妙真如信 只有這個東西 是真的 其他都是什麼 習慣的 所看的 整個法界 唯一是一個如來賬妙真如信 顯出來的一個幻影 了解這個道理 這個時候 你要了解了 這個實相 我們容易 以後在境界裡面 歷練 我們就容易 容易 你看 要到無身法人 那就 容易得多啦 否則的話 你看 我們這把境界當作是只有的 我也是真的外面是人 要 要達到無身法人不容易 了解實相 本來就沒有人 無身 但是 知道是境界法界的 十四真相 就這樣子 本來就是無身嘛 為什麼有這個現象 眾生巡猎發現 像夢境 像夢境一樣 那夢境 本來是可以一覺到天亮的 為什麼夢境有種種的現象 那就是 我們獨頭意識所顯現出來的 牧中獨頭嘛 整個都是我們今天心性變現出來的 那怎麼是真的呢 當然 它是虛幻不實的 尋眾生 是夜感 顯現出來的 幻象 豪宜啦 所以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 出帝菩薩能夠根本治 觀空 厚德治 觀俗 達到 這個 真俗圓滿的時候 都是圓融啦 厚德治跟根本治都是圓融啦 那就是 既根本治 就是厚德治 厚德治也就是我們根本治 圓融 胡傲 那到了第八第不動計的時候 他已經破了 既生我治 既生我治 前面出帝菩薩是 分別 分 就是先破了分別我治跟 跟法治 對不對 那 既生我法治 這個時候修行 我們稱為 我們講修行要三大阿針集結 那個就是 到這第1個階段就是 第1個 已經到了 第1個大阿針集結啦 就是 把分別我保奧子破了 不去生我保奧子 這個是第1個階段 在日系修行到第2個階段 第2個阿針集結就是到了第8地不動地 到了8地的菩薩的時候 那更破了這個 是 lle生我直 那又不是 祭生我直 但是祭生法子還沒有破 所以 因為 這個祭生我直 它是純無漏 那正吳臣法人 所以到了第八地存吳露的時候 他不寄生法職 寄生法職還在 那不會起現形 這時候同時轉我們第六誌 為中品的妙觀察誌 所以一直要到了觀察 這個觀察就指我們第六誌 妙觀察誌 觀察言明 妙觀察誌 那要到了 一直到了這法職 你看 我職跟法職就不容易破了 所以我們修行如果說 我們修行 還在世間的這一種的 思想觀念裡面 我們連見識或破都沒有破 你看 我們見識或破的時候 最起碼都要斷 斷煩惱 對世間的現象要懂得 不受 境界的影響 所以我們尤其我們在義界眾生 要在經界裡面 要在經界裡面 如果說沒有經過聽經文法 不能夠了解世真相 要斷煩惱是不容易的 見識或破看起來很容易 瞭解世真相 瞭解世真相 要斷 要離開堅持或破就 容易得多啦 就 明明明明乾燥 懂得這個道理 懂得實相道理 所以說這觀察是觀察員明到造大圈 第六次的這個廟觀察制 到了第十地滿新的時候才轉成了上品的廟觀察制第六次 從此我們第七次也跟第六次轉為上品的 平等性制 所以說 觀察員明 到了員明的時候就能夠 員明觀察 也就是 到員明就到了上品的廟觀察之後 能夠造大圈 內的眾生 三圈大圈 大圈世界的這個眾生 能夠隨 雞毫應說法 你看這一講 那個 檀經啊 六祖大師之間不自治 人家問他 對不對 三生自治 他做的那個 那個劇子 對不對 要三生自治從哪裡 從那個劇子在我們這邊 那個前面面那個 那個 那個 封面裡面 大家 那個封面裡面 這個就是 我們早時就把這個 九祖大師那個 那個劇子 開始那個劇子 大圓盡自性親近 平等性自心無病 你看大圓盡自的時候 那是整個心親近了 整個法界就是維持於心了 你看 心當然就平等了 因為平等就是 眾生 你看 我們講 心佛眾生 尚無差別 處處都是 一個如愛上妙真出現 哪裡有那麼多 分別心呢 都是平等性自心無病 因為整體都是外上妙真出現 是我們不了解 知識真相 你把這個 如果叫妙真出現 其實換線 你去分別執著他 就這樣 廟觀察制 那就是劍碑公 他本來就有的 本來祭族的 劍碑公 成所作至 同圓盡 當我們 五四 前五四 當我們大圓盡自 轉的時候 前五四也是轉為 成所作至 第五四 五八 六七 果音轉 第五八 第五 第五四跟第八四一樣 八四轉為大圓監生 八四就轉為 成所作至 第七、第八 六七是 音 音轉的 五八是果轉的 六七是音轉的 剛才講的 破了 關於第六四破了分別果汁的時候 第一個階段 那就是 夏平的 妙觀察制 對不對 到了第八字的時候 第八地的時候 對不對 把 祭生果汁破了 前面是 那個分別果汁破了 但是祭生 還是 優質 優質現產品 到了第八地不動地的時候 把 地 把這個 第六 把我們這個 這個 火質啊 把我們這個 祭生果汁破了之後 那 你看 它就不動地了 那 那就 那第二 第二個 就是把 我們的第六四轉為中品的 到了第十地的時候啊 以金剛制無間斷 頓斷這個 我們這個 把子的時候啊 祭生法之後啊 那就長在上品了 就上品了 就這個道理 所以說 這是告訴我們 你看這 後面是講到的 最後的就是 無漏了 前面是講這有漏的 部分 後面 出 八極初心 翻極地 寄生優至 眩殘明 那就是 說明到無漏的部分 前面是說明到有漏 在三界裡面的顯現的 現象 種種的現象變化 那是講到我們前面 後面就是講到菩薩啦 無漏的智慧 所以 在 眼形地後 存無漏 第七 眼形的第七地 之後 到第八地 之後就是 第八地了嘛 就存無漏了 所以 以下說 觀察圓明照大千 到出地菩薩 我們 有個班導師講說 那一百個三千大千世界的顯現 都是自己的一心而已 奧地三地 這貝貝針到了 殖地 殖地的時候 那就整個法界 就是我們這一心 達到究竟絕了 所以 再講 圓明到了 尚品廟觀察寺之後 能夠 能夠 製造 大千內的眾生 能夠 隨機 好說法 這個時候就是如同 那個 普眠品 觀察圓普藏普眠品裏面的 印裏核生 得度者 具現核生 為其手法 金鋼金 金鋼金 你要射身 以射身 諸相都可以 那是我們 本計的 我們眾生 每一個人本計的功能 但是我們現在執著了 有 我執法執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親近本性裏面 他本來就有這個功能了 所以六祖大師說 無所計之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親近本性裏面 他本計的東西 本是親近 本不生命 本 自祭族 本不動搖 包能生幻法 在這一講 眼形季厚 純無肉 觀察圓民造大圈 這是我們第六祖的果德 那我們 把這個 部分大藥 我們講那個 剛才講的就是我們 第六祖 要說明的這個 他講的這個大藥 我們有 那底下 你看 底下就詳細來說明 這個第六祖宗 詳細的說明 我們先 休息個15分鐘好了 我們再來做個詳細的說明 其實我們 一定要了解 了解這個 巴士 最重要就是 巴士它本來就是什麼 它是 作用而已 但是在我們巴士的作用裡面 我們起了執著 分別執著 這樣子 那整個 那整個 現象的作用 是在我們人間 因為人間要溝通 要 要 要種種的現象 要在人間的生活 因為它人間就在生命 相對法裡面嘛 所以說 如佛如來是 依 我們真如變現的 八十五十一心所來 幫助眾生 它本來就是什麼 我們心法 心的作用 有時候心所法 八十一心所法 所以第六祖 是我們就很清楚的 因為它是在我們生活之中 它 都是 不離的 我們這個 六祖 所以我們 來說明這個 詳細來說明這個 六祖宋 你們看這個 宋文 三信 三量 通三敬 三界 倫時 亦可知 三信 也就是 同樣的 不斷宣 不斷宣 中文說明過 他是 惡信 善信、惡信 跟 無濟信 是指我們的第六祖活動的 範圍 他是很廣的 很廣泛的 所以我們第六祖 通於三敬 當我們 一念善心的時候 這個 十一個善心所 能夠跟他相應 當我們一念惡心的時候 那就是跟 二十 六個惡心所 同樣的 也是跟他相應 所以說這個六祖 這六祖 那是 其實如果我們是 那三信就是惡 善惡 一個無信 無信就是 跟我們無濟 性相應的 就是 非善非惡 這就叫無濟 這裏有 六個惡心所 善心所 只有 十一個 而已 所以我們起心動念 惡心所的 比例來講 比善心所多了很多 所以 不跟我們講 我們得人生 如爪上土 對 失去人生 如大地土 我們就知道 喔原來 喔原來是為什麼這樣子 以前我們怎麼 以前呢 失去 得人生 如爪上土 失去人生 如大地土 因為從我們 世間的觀點來看 早期啦 還沒有學過 剛開始要學 怎麼可能是 都是 世間都是什麼 六七十億人口啦 我們怎麼 站在 人類的這個觀點來看 怎麼可能說 失去人生 如 大地土呢 我們就今天就知道了 我們從人的角度來看 我們看不到什麼 一切的其他的 這個 這個六道眾生 我們沒有看到 我們心不會去 沿到那個地方 你看我們講的 一個螞蟻窩就是多少啦 地上 一小塊的螞蟻窩 都是幾 它的數量有多少 你看有時候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 海底啊 海底各種各類 現在有沒有科學爆炸啦 對不對 海底很多生物 我們現在借著媒體 我們報導我們可以看出 以前我們都 從來沒有看過 比如說我們早期的時候 那 交通 交通還不方便 我們所知道的就是我們 這個村磚裡面的事情而已 對這個都市裡面的事情 從來不知道 一樣的道理 那慢慢解剖的時候 喔原來 整個靶界 我們從媒體的報導 原來沒有錯啊 所以說 我們 真的 我告訴我們的 我們得到人生的機率 就是爪上土 撕掉人生的機率 像大地土那麼大 我們就很清楚啦 我們看到種種的現象 蚊唇 螞蟻種種啊 哇那 那不要 不要說看了這 猴群就好了 不是 一個蜜肉 那個 那個 我們看了台灣 這個 那個猴啊 不一樣啊 還有 金絲猴 什麼猴都有啊 啊 你只要觀聞這個人類的時候 有 這個人類的族群就有多少個 所以我們就了解了 真的 世紀人生沒有好好用功 世紀人生 大 撕掉人生像大地土一樣 得到人生 就很 很渺蠻的機會啦 以前 你看 以前廣青的侯上 對不對 他跟廟通是 廟通是 在高雄嘛 來來六龜那邊 他跟廟通是早期 我 父親還在的時候 跟我母親生帶他去廟通是 廟通是 去走 那廟通是的時候 你看廣 他們 非常的嚴謹 修行 廣青老后生跟廟通是的這個弟子說 你們只要不離開廟通是 我保證你不做什麼 三惡道 不是保證你能夠什麼 深淨土啊 是保證你不做三惡道 所以 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常觀察自己的心 這心 為什麼我們就了解了 因為惡心所多嘛 不知不覺就都在惡心手裡面 善心手只有十一個而已嘛 所以說 你看 以前 我們 這個 稀土的 禪宗稀土啊 那個 山那 何求尊者啦 他教導這個 他弟子 就是準備這個 兩個 兩種石 黑白的石頭 兩個石頭 每天注意自己的心念 起心動念 如果起扇念了 就把這個 白石頭放在右邊 起惡念的時候就把黑石頭把它放在左邊 大的 也放 小的也放 過了幾天的時候 那檢查看看 那白石頭多還是黑石頭多呢 我們就知道了 幾天下來 也扇越 多 還是惡念多 因為以前 山那何求尊者 就是教他的弟子啊 也就是 優婆極多尊者啊 他是這樣子修 一直這樣子修 等到 全善無惡的時候 他在為他講 四聖地 那古今沒到道理 他的弟子 馬上就 正阿羅漢國 所以這個 三量 是指我們限量 筆量 肥量 那 我們第六寺 五季 義式 起初是 一刹那間就是限量 那 一刹那 限了就是我們 自信限量 調鍊就是 露度的比量、肥量 那第六寺 地鏈 跟 我們的 前五寺所圓的是限量 再來就是我們第六寺 起的外面 那個前五寺落去的影子 調鍊 馬上就 產生了分別 執著啦 那就墮入了 分別就墮入了比量跟肥量了 你看 就譬如像我們人 有人 有人 跟你講啊 今天的 今天的 那個 汽車很好啊 對不對 你看 這個汽車 紅潤啊 你要 馬上 心就是 有時候我們就 有一天 你看到 公群啊 有這個發財想啊 有時候在陸上我們看到 賣獎券的啦 賣獎券行啦 賣肉脫的 你就停下來看一看 裡面有 總統的獎券 一看 地鏈 看的時候就是限量 限錢之量 第二鏈就馬上落入了比量 背量 聽說這個中獎 哪一個中獎比較 容易 對不對 就變成了這個 比量啦 買了之後 回去又想啦 如果中獎的時候要 可以買 買一部這個 好的比較好的 進口抽 對 叫抽 這個就是 預想 你看 到最後呢 買回去的時候 那將 那個獎 那個 那個獎券要放在哪個地方 放在哪個位置 那就是一個非量 你看 如果我們沒有學佛 我們第六四就在 想這些 這就是我們 第六四的作用 一般 一般人我們沒有察覺啦 所以我們講的一般 現象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三量就是 限量、比量跟非量 那通三鏡 三鏡 就是性鏡、待直鏡跟獨隱鏡 所以 待直鏡分為兩種 一個是真待直 一種叫做 視待直 真待直是指我們 心 原心 就是我們心 也就是我們第七字 沿著第八字 也就是心 去援心 第七字有著帶著 心直 第八字他本身 也就是心直嘛 你看第七字 去執著第八字的 劍分為我 你看就心 帶心 心直嘛 心援心嘛 這就是 帶直 帶著心直啦 中間 然後中間又多一個我 所以說 我 這個我是 其實是假的 其實 那根本沒有一個 我的主體 其實 第七字 原來第八字 見本 勿以為有一個我 所以第一個 就是真待直 因為這個 帶直 有著心 在這個心 所以這個 我們第七字 送裡面的時候 我們再說明這個 這個心帶直的部分 這個帶子 所以這個 那世帶子是怎麼 正帶子就是 心、顏色 用心去攀顏色把 像我們 第六字 沿著 五層 弱瀉的影子的影像 這個影像 他是 把處 所授授 譬如我們講 前五字的 掩飾去看到了 金銀珠寶 那第六字 攀顏 那個弱瀉的影子 其實這個是 形狀、顏色 他直接就是 就這樣子而已 他沒有分別 可是我們內心的 法處所授授 真出來了 這個是 金 銀 珠寶 那就是 非常珍貴的 所以這一種的感受 是從我們 沿著第六字的劍 生出來的 幻影奧瀉啦 只是一個影像而已 像我們 分別 這個 金銀、財寶 其實 它是一個 顏色 形狀奧瀉 沒有什麼 真正的一個 金銀珠寶 你看我們看到那電視 電視 那個 那個 俄國 對 俄國打烏克蘭 對 那電視報導說 那個 以前站在一個 那個 人家畫出來 那個 人家看那個 俄羅斯那個艦艇 聽說那一艦艇被打 打成那個郵票 哇 大家都搶著藥 那就是一個袋子 以前 它只一個作用而已 你記東西需要它 但是現在變成它是一個寶啦 認為它是一個 這個 這一個寶的東西啊 所以說 如果大家不認為它是 那個東西 沒有這個感覺 所以說這個 變成這個有價值 就是我們的心 沿著這個沉浸 這個感覺 就如同我們 像 早期的那個 一千塊 舊的舊財幣啊 現在來講 現在那個 那一種的 藍色那個 以前那個有好 好幾種顏色 那一千塊有沒有 現在來講 從小孩子 他沒有經過 他就不知道啦 是不是 你看如果我們拿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那銀 好像就過局了 銀行都不收的 就因為沒有價值 只有一張 白紙 一個顏色的這個紙 白色紙印成這個 有顏色的 好 所以其實都是我們 由於我們第六四的劍編 的心頭 幻現出來的 這一種的 我們叫做 四代子 所以真代子是 心顏心 兩邊 其實中間生出來一個 我是假的 所以說 它叫做真代子 第八四是原來第 第七四是原來第八四的劍編 那我們第六四 就是 能夠通什麼 信進 譬如說現在我們眼前的這一種的 不帶 不帶圓民的 馬上就變成了我們 四非三二 那就是我們第六四 馬上圓的境界 本來是 不帶 名言的 信進限量 因為我們有這個帶直徑 所以帶著直啊 你像有的人 把這個舊的 家具啊 不要啦 因為他沒有帶這個直 反正用過就丟掉了 把他當作漏洩丟掉了 但是對於一個 喜歡古董的人啊 來說 他就把他當成 價值連城的這個古董 啊 像早期 台灣 有很多人到了這個 像 越南啊 西州哥這一些 早期的舊家具 對不對 啊 所以這也很多人 發了財啊 發了不少財 包括我們講 城鄉也是一樣 你看城鄉買了地價 買了很久 對不對 他就變成寶 所以你看 垃圾也好 古董也好 商品也好 其實都是 我們都叫 代直徑 其實他本身來講 一個形狀 好與 沒有好與壞 今天會變成垃圾 會變成了古董 會變成了 變成了這個商品 變成一個寶 是我們第六次的 一頭針出來的 我們叫做 是 又叫做 是代直 這是我們第六次 新變現出來的 那獨影鏡就是 像打妄想啦 他其實他不是真的 就我們晚上 走在山路的時候 我們看到 這個 香蕉圓一切 那個一串 香蕉我們看起來 誤以為是鬼 生起了種種的 恐怖的感覺 所以說 那獨影鏡是我們自己 把 錯 錯認他啦 就是剛剛講的 看香蕉認為是鬼 我們自己打 種種的妄想 那就是 我們講的獨影鏡 所以 我們的第六次是通 三信 三量 通三盡 這講得清楚啦 所以我們講說 世外無盡 都是 惟事 萬法惟事 道理就這樣 都是事 其實 其實沒有一個 真實的境界 就是我們 事所言 事所辯 而已 那也就是我們第六次 五季意識 出刹那的時候是 性境 第二念之後 直起 影像 分別好壞 眉醜 貴賤 成了待直鏡 或是 讀影鏡 所以這些分別好壞 眉醜 自非 其實都是我們 第六次 變現出來的 你看我們 不要說這好有壞 我們常比喻啊 我們喜歡 喝咖啡 有人喜歡喝茶 有喜歡 吃什麼 白開水最好啊 我早期 我講過呢 有一個 有一個朋友 他開工廠 他專門做一些 電腦的機板 那在桃園呢 有時候這個 這個 這個 裁風天啊 對 裁風天政府 規定放假 員工還來了 他特別 認為這個員工來了 很感動 泡了一個好茶給他喝 泡了一次喝 喝喝喝 他到最後這個 老闆 還是開水最好 對不對 你看每個人都不一樣啊 你覺得這個泡水是好 他覺得這個是苦 還是開水最好 他每一個人每一個人 對一個事情的 看法不一樣 都是我們 其實都是我們第六字 他變現出來的 所以萬把就真的是 萬把回事 就很清楚啦 那底下說 三界輪時亦可知 就是當我們這一集生命結束的時候 由於我們今生所造的業力 千零 在三界輪回 所以我們就可以事前知道 我們到哪一道去 有的人 你看 他就問師父啦 對不對 我以後是不是可以往生進途啦 師父說要問你自己啊 不要問別人啊 所以 這個 三界輪回 亦可知之 因為我們三界 的友情的業力 召感了 之後的這個果報 對 六字 我們第六字 形象 你看 他眼背 就是我們講 他是 以及我們講的 到了 他不是我們 四星人 包括我們這個講的 初禪天 他只剩下的這個 元老 生 這個三字啦 前面講過啦 前面講過了 我們這個 元老 生 山 奧地基啊 對 就是我們五七雜跡地跟 剩下這個 離生起六地的奧地基而已啊 那這 六七八 三字的活動 他這通三界九地啦 七八澳字 第七字第八字 這兩個字 他活動的 形象 是 為 比較微細啦 比較微細 不容易察覺啦 像我們這個 武士 他只是有這個 善惡薰手 所以 他也可以 造業 但是 所造的業 只能夠 增強我們第六字的這個造業的 功能作用 好以 所以 我們從這裡就由此可知啦 我們實際上 推動 我們要到這個善道 或是惡道的 還是 以第六字 以第六字為主 所以遷移 所以遷移了 第六字的遷移了 所以這一講 三界 倫時 欲可知 就告訴我們今生所到的 善業多或是惡業多 到了我們 臨命中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我們將來 會往哪一道去 投胎受暴 所以我們要 常常警察自己的心念 在達什麼問題 這很重要 想學什麼事情 知道 自己知道 我們將來會到哪一道去 所牽引的阿樂爺士 去輪迴受暴 也就是 我們第六字所造的 隱業為主 因為第六字 是通於 這個三界 所以第六字 是通於 武器雜雞制 如果我們 造了 這個 慈禪的這個清淨業 喜歡清淨 在本禁 本是清淨的 他又喜歡多一個 喜歡清淨 那他就生 來世就生到 社界 如果是 造作的這個 司空定 那 那就是 他 相應到司空天 他跟這個 他到底 相應這個 這個五十一軍手裡面 你看就是我們講說 在我們這個第六字裡面 他跟哪一道 相應 這造作的 牽引力量 所以我們講說 第六字他非常廣泛的 在我們這個 前面講的這個 五十一軍手 說法裡面 他通通都記住啊 所以我們第六字 雖然 他跟五十一軍手相應的時候 那五片行跟五別禁 他一定 升起 那個前面講 戰惡是 零食 雷霹之啊 這個就是 我們講的 興起了善的時候 那就跟我們 十一位 十一個善心手 當中的 部份 或者是 全部 十一個將全部 不通通相應 通相應 這個時候就不 跟 以這個 二十六個 煩惱心手相應 因為 那是 如果我們升起了這個 二軍手的時候 那就分別 就跟 二十六個 煩惱心手相應 那 他跟他相應的時候 他就不 不跟這個 十一個 戰軍手相應 我們簡單的 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像以前 現在好像比較少聽過 聽到了 早期的時候 在二三十年前 常常聽到有這個 金光檔 對不對 那有的人是 假裝這個 工作人員 針扇裝的 那個好像 很髒的 在工地 裡面做事情 泥土很多 他手裡就拿了一個 這個像一個 翁啊 騙人 走到一個 大樓啊 在警衛室啊 警衛室看到這個人 進來的時候問他 你做什麼事情的啊 他說我在工地裡面做了 剛剛啊 去挖到那個 這個 翁啊 裡面 有一些古董啊 裝了很多的 這一種的 古錢啊 古物啊 這個就是 接觸了 你看 一接觸了 就 觸作譽 受享之 你看 裡面有一些的 這個 古藝啊 古董啊 有一些的黃金啊 馬上就 產生了五片群 五別徑 觸作譽受享之 馬上就又爭取了這個 意 聖絕 跟 定 念定慧 就產生了 所以一看到的時候 有了慾望 有了慾望 有了聖絕 這是 好的寶物啊 好 想自己 我自己也有一點啊 對不對 就看到這外面這東西 看到 很古啊 很老的 也是一個古董啊 不錯 眼睛就注意到那個地方去了 這個時候 會 還沒有升級 因為還沒有決定要買嘛 那就看好一點 但是 這個人如果說 他有興趣啦 那就他就想啦 他要 他要去銀行 領錢啊 所以這個 有時候這個警衛就說 哎呀 我身上沒有那麼多錢啊 我身上只有 只有幾千塊而已 兩三千塊而已而已啊 那銀行的錢也不夠啊 他就 這個人就說 好啦 那反正 在 在工地 反正換個 換個 稍微換個錢就好啦 有多少就給多少啦 本來就要賣 賣個很值錢的東西 好 現在呢 他就想說把這東西挖來就 有人要就給他賣掉啦 好啦 他認為說這個 那麼便宜很難得 他就 他就去銀行領了錢 領了錢 算一算 還不到十萬塊 他只有八萬多塊而已 好 他就 就給他啦 買回去的時候 對不對 這個東西 那這些東西 你看 拿到的時候 他就到最後了 就想說 哎呀 這個以後我 擺在哪裡好了 以後有空的時候 跑到哪一個古董上去賣 搞不好 可以賣賣到 好幾十萬也不說不定 你看這個 念 定 會 就決定了之後 馬上 好 就決定了 就馬上去領錢了 加上 領了八萬塊 加上 增賞了 這個 三千塊 就八萬三就馬上 決定買下來啦 你看這個貪心 貪心的 金索啊 經過了 五片形 五別境 馬上 跟二十一個 煩惱薪手 就向運了 全部跑出來的時候 馬上 你看 貪馬上就 跟二薪手向運了 買下來之後 那就跟不定薪手 你看 不定薪手 等於是 先粗的 思維到最後呢 就是維繫的思維 想 在哪一家 古董店啊 哪一個地方會賣的比較好的價錢啊 就是 拿到哪一個價錢啊 經過這樣的 這個定件之後啦 古董店拿出來一看 欸 那個東西 這個東西不是真的啊 是假的啊 他知道碰到金光 馬上 馬上在五片形 就經過了 五別境 馬上 又跟二薪手向運了 這我們從這邊 這個例子來說明啦 你看這個就是 貪 你看裡面有二薪手有 那個 貪、 這個 這些整個 你看 再加上 一個一個就跑出來了 你看 到最後 中髓煩惱啦 也生出來了 大髓煩惱 巴也生出來了 馬上 這些二薪手 通通的向運到了 你看 賣掉之後 薪局很難過對不對 因為都是假的嘛 賣也賣不成功 都是 錢已經花了八萬多塊了 薪填 薪填 好 晚上就 要找朋友去喝酒啦 你看又不定心酌又像一樣 所以第一個是 悔 那是 後悔啦 我應該 不應該有這個貪戀 那 這個不定心酌 那個就是 這個悔 好啦 後悔之後 喝了酒啦 睡 睡一個晚上 起來 大概 昏昏沉沉的 那就是明 明 一個 不定心酌 一個是回 一個是明 這是不正常的睡明 這個是明 昏昏沉沉 沒有睡好了 這不定心酌的明 也是跟惡心酌相應的 所以你看 種種的造作 種種的運作 其實都是我們第六字 當 主宰的 我記得早期的時候 三十幾年前 我母親也曾經說 她到街上去 那有人也是拿著 這個 融錢 以前那個 那個 銀 那個 股錢 融銀 股錢 那股錢 她說 這個我是到哪裡去買到現在呢 那個 家裡沒有錢 對不對 想換一點錢就好了 拿這個錢 那我聽到她說 聽到 我母親講 他說 人家她跟我這樣講 他說 啊我家了 我家就住在那個警察局 那個旁邊而已 哇 她聽到就跑掉 以前金光檔都這樣子 現在好像比較少清 因為現在是 那個都是網路 網路詐騙了很多 現在網路 所以說我們講說 你看 如果沒有 心沒有貪 他就 落入這個 無忌心啊 落入無忌心的時候 就不會上當了 對不對 所以就在 都在我們這一念 之間 所有造作於去的 現象 都在我們跟神接觸的時候 就決定在我們這一念 心 的作用 所以 我們這個念頭很重要 所以說我們這一講 善惡 零食 卑撇之 就當我們遇到什麼境界 馬上就去跟這個善的或是惡的 心所作用 那就是我們第六四 在 作怪 第六四的功能 因為我們第六四 他活動 是我們活動中心 那底下說 信戒受三 恆意 恆轉意 那 跟隨信等總相連 那信戒受三 恆轉意 就是指我們第六四 他的活動範圍很廣 他變化 萬千 他不斷的變化 現在這樣子 早上這樣想法 下午就不一樣了 千變萬化 所以我們第六四 就跟著 境界不斷的變化 所以我們 眾生 他用的都是 忘心 不到這用真心 不一樣 所以我們眾生 所講的 未必 才能夠 兌現 這個信 就是指 三信 裡面的 善信 惡信 跟無俱信 這個三信 那戒是指三戒 意戒 色戒 無色戒 所以 獸就是指我們苦獸 弱獸 跟守獸 這個三獸 如果加上了 憂喜 那就成為了 武獸 憂跟喜 那就當我們 第六四活動的時候 有時候 是 善心 所生起 有時候 惡心手 升起 有時候 無濟 心升起 所以 當我們善心手 升起的時候 也會突然變成 轉成惡心手 或是 無濟心 當我們 善心手跟 這三三道就相應了 那 那就跟我們喜跟樂 兩種 受 喜跟樂兩種受 那當我們 惡心手 升起的時候 那就跟三二道相應了 也就是相應的 苦獸 跟憂 獸 苦跟憂 這兩種受 但我們跟心跟 無濟心 所相應的時候 就是 相應到了 守舍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的六四 他所意界 眾生的 守舍就是如果我們在意界眾生修這個四禪定 四心定的時候 在定中 升起了 這個 社界的心 如果我們意界眾生他修了四空定 那在 定境中就升起了無壽界的心 或是升起他無壽界的心 所以無壽界就是 有四天 你看 四空 是無邊處 空無邊處 無所有處 非悲悲悲悲悲處 那就是我們講的跟 四空間相應 但是在四空間相應他的壽命非常 八萬大節的壽命 當他出定的時候 他仍然 跟我們意界的心 所以這個 社界眾生修四空定 在定中可以升起 無色界的心 出定之後 那仍然 在社界心 或是 就是我們講的六四 我們這個第六四可以沿著三界中 恆轉意 就在這樣子 輪轉啦 你看我們第六四所沿的範圍是 很廣 那麼廣 所以底下說 跟信 跟隨信等種相連 這個根 根就是第六個根本煩惱 我叫貪、生、吃、慢、餘、惡、劍 這六種 那這個隨就是種 傲十種的這個 你看隨煩惱、小隨煩惱、中隨煩惱、大隨煩惱 對不對 小隨煩惱有十、中隨煩惱有傲、大隨煩惱有八 一共加起來就是 傲十個隨煩惱 那信就是 是指 我們十一種的善心所 所以這些 你看 善惡心所 所以這跟我們一樣 第六四熬起的 經過我們第六四的 省律師 捷徑師 洞發聖師 造作了豬葉 我們深刻意造作豬葉 這個 造作豬葉 那將來就 隨夜千流作報 所以這一講 跟隨信整 很相連就是 跟隨 就是講這個道理 我們的 發動 也就是發動我們 發語 這底下說 動 動生發語獨為罪 就是指我們第六四發動的 深刻意的造作 造作豬葉 第六四 發動我們 深刻意 造作 善惡葉 在我們第八四的新王裡面 第六四 這個第六四 這個新 新鎖是最強的 最有力的 他 他 很有力 所以我們第六四他造作的是 最強 很有力量 最有力量 那我們講說 葉 有 深刻意 這三種葉 如果我們這個 三葉清淨的時候啊 我們講 三葉清淨就薄出世了 三葉不淨就薄滅度了 所以我們修情就是 修正 我們 深刻意 三葉的行為 因為我們這深刻意 是我們造作豬葉的 根源 所以我們要三葉清淨 如果我們三葉清淨 三葉清淨啊 那完全是 純善 無惡啦 也就是我們講的 已經 轉 凡 成 聖啦 如果我們的 善業 還在 還在 善惡 相對的 那當然 雖然有時候三葉我們出不了三葉啦 所以那個深刻意三葉之中 一葉為主導 就是我們意 一葉為主導 深山口是意三嘛 深沙道癮 口 兩手握口其以望癮 意就貪嗔痴嘛 食善業 所以說以這意業為主導 那我們身體的 我們身體的 深口癮的行為是口 是原語 全部都是受意業 好定的 所以口全部是受我們的意 所以這一講 眾生八語 獨為罪 好 那我們 第六四他的活動 他的最強 最有力的 他是在主導的獨為罪 那因蠻 能遭業力牽 雲 就是我們知道的 引導我們 第六四 能夠引導我們前五四所造作的 善業惡業 這個蠻就是 我們第六四 引導我們前五四造作作業的這個蠻 我們第八四 的益手果報 益手果 就是我們今生造作 臨命中的時候 看哪一個比較強 一 我們強的 有什麼 串息 有那個息氣 又開始 先串息 看哪一個力量比較強 依哪一個強的業力 牽引到我們 哪一道去 輪回受報 好 這個蠻第八四的這個 一手果 所以當我們這一期的生命結束的時候 又隨著我們的業力 才去牽引投胎受報轉世 所以這個業力 所以這個業力 有著 隱業跟滿業 隱業就是我們引導眾生以胎卵之化 這四種的方式去 去受身 去受報的 投 投報 去受報 所以這個隱業就是 隨著我們眾生的心念 的 牽引 當我們的心念是善 它一定是牽引到三善道 當我們心念是惡 它一定是把我們牽引到三善道 如果我們這 心 惡多 於善 那一定 可是它是 你看 有時候它 經驗是多於善 但是它有時候還是修 福報幫助別人 這樣這個福報就變成 善惡道 去享受 你看 有了促身 它的福報比人 比人的福報還大 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它滿業不一樣 它隱業雖然在隱業 這個 它吃心比較重的時候 在刹那間 那靈命中的刹那間 它吃心比較重的時候 它就到 在促身道了 但是它的滿業來講 它過去生 幫助人 會做很多善事 它的果報 又不一樣了 它福報很大 比人都還要大 所以我們這一講 所以 這種我們叫做什麼 常講的 就是吃福啦 吃 疑吃的福報 吃福 也像有些 就促身的福報 比人還要大 你看我們有常常看到 現在呢 人家都抱著 貓啦 抱著狗啦 是抱著去爬山 我看到好多 有時候去運動的時候看到都是抱著狗 帶著狗 他比人 還享受啊 所以說 現在有很多 那個 動物的 服務中心啊 那 其實這個都是 他們過去生修福 感得的 但是因為吃心 他是引導到 促身 但是他的滿業 他就是感受到這種的福報啦 所以有人 貪業也重 但是 他也有修福啊 將來就是 到了軌道去享受啦 啊 像我們講說這個 金山的十八萬宮 哇 他 他福報很大 對不對 很多人都是 上根半月都買了很多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 那個 B溝啊 去 去那邊拜拜 你看買了很多 買油機 很多人 他福報很大 所以 這個引業 是隨我們眾生的訓練 好 牽引 那滿業就是 他是別業 別 我們講說別業 別的 也就是說引導到哪 哪一道 轉身受報的時候 那哪一道的滿業就是 種種的現象的 窮通貨補 他就 當真就 顯現他的命運出來 所以像我們過去 之五屆 所以我們現在 感受人生 可是我們 在人之之中 群通貨補種種啦 有的是六根不計啦 身體的健康啦 多病啦 這個壽命的長短啦 荣華富貴啦 有就是 富貴啦 富貴啦 貧賤啦 種種的這個差別 都是我們過去生造的 所以說 板業不同 我們也稱為別業不同 所以說整個 現象 在我們過去生 有 我們講說有財 富士有財師、法師、無畏師 三種的 這富士都是不同 那他的果報不同 所以我們 每一個人滿業就是不一樣的 道理就是這樣子 那每一個人 人間的這飲業是一樣的 你看滿業 也像我們講說這 果報上 果報體上來講 是潔淨的一個業 對 如同我們這個 人 對 投胎為人 他是每一個人的這個 滿業是不同的 滿業不同的 所以說 整個 都是 過去生的造作啦 包括我們 講的這個 殺、盜、隱忘 這一些種種的 其實都是我們 來世 他顯現出來的 滿業 這就是我們過去的種種的造作 顯現出來的 當生的命運 每一個人的 穷通或不不一樣 六根祭泉有的身體比較弱啦 命運的殘短啦 這個富貴、貧賤各的差別 那是我們叫的滿業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這是 我們這裡講的 第六是所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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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部分 再說明 其實這個 我們叫六是很重要 六是這個部分了解了之後 懂得 以後 也可以轉換 我們以後 觀照的 一個力量 把我們 無時以來的習氣 慢慢慢慢進化掉 也是靠我們六是 好 我們 拜託我們一起 拜託一起合掌 恭念 回向祭 願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存博蕩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存博蕩 我等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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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